中国体坛 第十位 丁俊辉 斯诺克中国台球的标志性人物 丁俊辉职业生涯一共收获11次排名赛冠军 两次PTC分战赛冠军和一次温布里大师赛冠军 曾六次打出蛋杆147分的成绩 2014年丁俊辉世界排名第一 成为首位登顶世界第一的亚洲斯诺克球员 第九位 临丹 羽毛球 奥运会 世界杯 世锦赛 亚运会 亚锦赛 全英赛和世界语连超级联赛等等羽毛球比赛 临丹拿到了所有羽毛球比赛的所有冠军 成为国际语坛历史上首位超级大满贯获得者 08年奥运会和12年奥运会更是蝉连南丹冠军 这样的成就难有后来者 第八位 张仪宁 乒乓球张仪宁职业生涯 收获了19个世界冠军 但凡是他的比赛几乎从未将冠军旁落给他人 多次将对手打哭以及凌风对手 退役时 张仪宁霸气地说道 不想打了 没有对手 以后偶尔打打网球 可见张仪宁赛女拼的统治力有多强 真是到了独孤球败的地步 第七位 孙杨 游泳200米到1500米 自由泳的世界冠军 孙杨全部收入囊中 无愧是世界自由泳第一人 如果东京奥运会上孙杨能够再次夺冠 在泳坛的地位或许仅次于菲尔普斯 第六位 李娜 网球中国网球界的第一人 李娜是亚洲第一位网球大满贯冠军得主 在2011年法网和2014年澳网 李娜获得了女单的冠军 同时李娜也是亚洲网谈单打排名最高的运动员 第五位 刘国梁 运动员时代的刘国梁 多次获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 并与队友合作获得过男子双打世界冠军 混合双打世界冠军 作为主力队员多次与队友一起获得男子团体世界冠军 是首位在正式比赛中采取直拍横打技术 并取得成功的乒乓球手 是中国乒乓球历史上第一位集奥运会 是乒赛世界杯冠军于一身的大满贯得主 第四位 李宁 体操运动员时期 李宁获得过14个世界冠军 100多枚金牌 1982年体操世界杯比赛 李宁更是一人夺得男子项目 7枚金牌中的6枚 退役后创办的李宁体育公司 是中国最大的体育用品公司 在世界上也颇具影响力 赛场和商场李宁都在影响着世界体坛 第三位 刘翔 田径亚洲田径史上 第一个集奥运会冠军 室内室外市锦赛冠军 国际田联大奖赛总决赛冠军 世界纪录保持者多向荣誉于一身的运动员 职业生涯获得37G6银三桶 刘翔无愧是中国田径史上 最具天赋和最伟大的运动员 可以说没有刘翔 中国男子田径至今都无法取得历史性突破 第二位 姚明 篮球和刘翔一样 姚明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填补了中国篮球运动员在NBA的空缺 姚明不是第一个登陆NBA的中国运动员 却是第一个站稳脚跟 打出全明星表现的中国篮球运动员 同时姚明为中美两国的篮球以及文化交流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极大促进了NBA在中国的推广 以及了全世界的推广 第一位 郎平 排球运动员时期 郎平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三大主攻手之一 帮助中国女排取得了1981年世界杯冠军 1982年世锦赛冠军 1984年奥运会冠军 主教练时期 两次带领处在低谷的中国女排重回巅峰 1996年奥运会亚军 2015年世界杯冠军 2016奥运会冠军 2004年郎导以全票入选世界排球名人堂 她既是中国排球的领军人物 更是女排精神的岔道者 世界体坛最具影响力 的中国运动员郎平当之无愧 中国运动员郎平当之无愧